是环南市场上周确诊连环报 随即紧急修饰进行大规模的PCR筛检 5号晚上陆续副业 而指挥中心今天也公布 环南市场新增三名阳性个案 其中两人是旧案 剩下的一名是批货者确诊并非摊伤 三人感染的都是Alpha变异株 而中央也定出了六大副业标准 包括进场查验PCR阴性证明 人流降载一半 摊位要实名登陆和落实健康监测等等 只不过在修饰当下 有很多的摊商都来不及把果菜运出来 有人就直接拿出了一整包菜 大碳全部都烂光了 整包芹菜放到烂 环南市场上周突然修饰 疫情来袭摊商叫苦连天 如果要好回来 五点都要风速了 有的烂掉 这还担心疫情 怎么会不会担心疫情呢 很紧张 一直那么多人会害怕 确诊连环报摊伤坦言很害怕 指挥中心公布 5号环南筛检站最新裁检结果 964个人当中三人阳性 其中两个人是救案 另一个人经过疫调 是批发伤确诊并非摊伤 所幸感染的都是英国Alpha变异株 环南市场在今天早上开始来复试 大体上秩序是良好 7月8号也会再展开一次 比较普遍的大规模的一个裁检 历经三天修饰大消毒后复业 指挥官程师中一早亲自视察 前脚刚走台北市长柯文哲随后抵达 环南市场规划15号启动 医化人流管理 设置类似捷运闸门 用专属悠游卡进出或身份证条码 和健保卡认证对接中央系统 直接看到每个人的PCR筛检 和疫苗接种记录 另外也祭出补偿措施 判摊伤诚实异调 为了防疫的需要停摊的话 一天可以补助5000块 你连测摊都来不及 造成这个物质的损失 那另外再加5000块 12号三级是否为解封还没有定案 但市场疫情防堵 中央地方锁定环南 不敢大意 记者综合报道